美国科罗拉多州城市莫里森 当地时间22号下起大量冰雹 导致露天的演唱会中断 在场的观众赶快逃离座位 找遮蔽物来躲避 白色的冰雹不停地从空中落下 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这冰雹的大小大约跟高尔夫球差不多 当地的政府指出有七位的民众 因为被冰雹砸中 被送往医院治疗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那美国的中部每一年在夏季的初期 常常就会出现龙卷风 大雷雨还有冰雹等等的天气形态 政府就警告了 当地的中西部城市 未来几天还有可能会降下 网球大小的冰雹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